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2号的上午 有朋友留言说每到秋天我就活跃一些 这个话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我是从另一个方面来总结的 就是每到秋天好像我的身体都会出点小问题 算不算是一种富贵病呢 因为在中国中央的领导们每到秋天好像会去北戴河度假吧 还是夏天,我都忘了 夏天,夏天,抱歉,抱歉,是夏天 所以那就不算富贵病了 反正我也没有去北戴河度假的待遇,对不对 开玩笑了 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小故事或者小经历 那我最近呢跟一对老夫妻是来自于东欧准确的说是罗马尼亚的老夫妻的移民 聊了聊天 我们是认识不久的朋友 那经常相互走动 那最近呢跟他一起喝咖啡聊了聊天 但是呢我要抱怨一句咖啡喝多了这种醉醉咖啡的感觉比醉酒还要难受一些 他们呢大概都是70岁左右 就是66岁到70岁之间的年龄 他们是从罗马尼亚移民到的美国 但并不是一次移民到美国 是先移民到了加拿大 又从加拿大移民到了美国 所以呢我们今天聊起了身份 他们有三个国家 他的国籍 罗马尼亚 加拿大和美国 那为什么没有退掉罗马尼亚的国籍呢 他说他去了 人家还说退国籍还要交800美金 然后老人就讲啊 这个老先生就讲 我才不给你交这800美金呢 就没有退 那跟他们聊天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呢 曾经发生在他们那里 也是有迹可循的 今天的事情我们也是有迹可循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对历史的看法 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人对历史的看法呢 有一些东西还是要向欧洲人去学习的 首先他们讲啊 他们小时候 在70年代 甚至在80年代 就是他们已经结婚那个年代 就是他们 我记得他们讲是82年 还是八几年结婚的 我记不清了 他们小时候也爱饿 他说他们的妈妈 家长 那个时候为了买一升的牛奶 要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出去排队 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 买任何东西呢 都要评票 哎呀 我想啊 你们那个时候还有牛奶喝 中国那个时候有几个人喝过牛奶的 即便你是北京上海的 普通人不是高干 有几个人能保证说 哎 我把牛奶还当成一个必需品 很少很少 这就是差距啊 这就是 人家已经觉得人家很落后了 在欧洲 人家觉得他讲呢 就是罗马尼亚是always behind 就是behind another country other countries 就是说别的国家发展很快 但是罗马尼亚呢 总是很落后 可是我们跟这个落后的 所谓落后的欧洲国家比一比呢 那我们就更落后了 那他讲那个时候 他们移民经历的过程 因为他们移民出来的时候 苏联还没有解体 我要没记错的话 他们很早就拿到了 就是他的父亲 这位老先生的父亲呢 很早就拿到了美国的签证 可以来美国 移民来美国 但是他讲 他拿到美国的签证 但是他却拿不到 什么呢 拿不到罗马尼亚的护照 也就是他 美国同意他移民 可是他的家人 不能全部 准确的说是不能全部的 拿到罗马尼亚的护照 他的父亲有护照 可是他的哥哥 拿不到护照 他也拿不到护照 那没有办法 就不能走 不能走 要等下去 那等下去就继续再申请移民 申请了别的国家的移民 加拿大的移民 他们说他们申请移民 拿到签证用的时间是很短的 但是他们等护照 等了years 就是几年的时间 我一想这跟今天的中国的情况是很像 那未来中国会不会走回到更严重的情况呢 我觉得不好说 我说那你们那个年代挨饿 你觉得很痛苦 很痛苦 但是听他讲过他们那个挨饿的年代 在排队等牛奶排队等面包的年代 我觉得跟我所知道的 中国人在60年代挨饿的时候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家没有饿死那么多人 人家吃的不好吃的不饱 但是中国当年可不是简单的吃的不好和吃的不饱的状态 那是没得吃的状态 那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看中国的未来 会不会说中国未来陷入到继续回到那种挨饿的状态等等等等 他说他也不好讲 他去过中国 但是他去过中国 他不相信他看到的是真实的 因为他说他是从共产党国家出来的 所以他了解共产党国家怎么去管理国家 怎么去对待这些外国人 他给我讲了他在2000年代初 去中国访问的一些经历 他认为他看到的东西应该没有真实的 都是被人安排好的 我给他做了一个见证 我说是的 这些东西的确是应该是安排好的 可是话说回来 我们对中国的未来确实是堪忧的 从这样一个东欧的老人的眼光来看 中国今天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 当然他不会像我们一样了解我们的历史 他不会像我一样用秦制这样的形容词去形容 他不会 他只是说他从共产主义的这个角度来看 或者是共产党国家的角度来看 他看今天的中国 跟看当年的东欧 当年的苏联 他认为规律是一样的 就是你是撑不下去的 人民是早晚要起来反抗的 或者你自己是早晚要崩溃的 可是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 有一点呢 我又觉得有点不一样 这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你父亲当年很有眼光啊 他知道要离开这个国家 他告诉我 在那个年代 他的国家的同胞 大部分人都知道应该离开这个国家 区别只是有的人能离开 有的人离开不了 我跟他说 在中国情况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绝大部分人 好像还没有意识到 他应该离开这个国家 当然也是因为中国太大了 至少我告诉他 我的父母 我本人的父母 直到今天都坚持的认为 说中国共产党 他是不可能倒的 一个政府怎么可能倒呢 那是永远不可能倒的 Forever的 我就把这个话呢 就跟他聊 这个老先生和这个 我们就叫这个old lady 老女士啊 夫妻两个人哈哈大笑啊 真的那种笑是 就是那种笑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或者说他真的是认为 这个说法太荒诞了 所以在笑 他们怎么讲呢 他们开始从罗马帝国的历史 给我讲起 就是说自罗马帝国 那么大 那么强大的一个帝国 在欧洲 在地中海兴起 他倒没倒 倒了 他倒的突然吗 突然 讲到Russian 讲到苏联 准确的说 讲到苏联帝国的倒 的倒塌 崩溃 倒没倒倒了 所以他告诉我 没有人会相信 有一个东西是永远不倒的 有一个政府是永远不倒的 包括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国 我们不能保证它是永远会好下去 永远会怎么样 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在尽努力 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或者维持现在的状态 或者说让他的衰败变得慢一点 但是没有人会说一个政府 一个制度是永远怎么怎么样的 永远怎么怎么不可能的 只有神是永远的 这是他跟我讲的 我听了之后 比较受感动 感动在哪呢 当然他的观点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但是他给我传递的信息是 在欧洲 他强调了在欧洲 因为他跟我讲了一下欧洲的历史 他跟我讲了一下罗马尼亚这个国家 和波兰 还有斯拉夫国家的不同 因为他讲了 他罗马尼亚属于拉丁语的国家 好像全世界现在有五个语言 还是保持着拉丁语系的 就是原始的拉丁语的传统 有法国 法语 西班牙语 罗马尼亚语 葡萄牙语 还有什么我忘了 忘了 所以他给我讲了这些历史 他告诉我的 他给我传递的信息是 在欧洲 一般不会有人认为 说你谁是可以大而不倒的 不可能 因为欧洲人所经历的历史已经足够多 欧洲人所经历的人类的文明的变迁 也足够多 所以大家知道 没有一个政府 没有一个制度 你是可以永远存续下去的 人民也不会需要 也不会允许你一直是掌握着权力 一直你是高高在上的 我指的是独裁者 所以这种认识 让我感受到我们中国人 我指的是广义的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异 真的是很大的 你还不要说跟美国人了 因为相对于欧洲人来说 美国人更不会接受说你有一个什么权力 你统治我 你凭什么 你永远不变 今天的美国还保留了很多当年的殖民地 甚至我们不说殖民地 就是西部的风采还是有的 那很多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朋友 他们可能长期只在一个地方生活 当他比如说他在东海岸生活 当他到了中部之后 他发现这跟他生活了几十年的 美国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是的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他还保留了很多自己的地方的东西 地方的传统 所以他是个保守的国家 美国要比欧洲保守 所以连欧洲人都是这么认识这个世界的 都是这么认识这个历史的 那美国人对世界和历史的认识 更不可能是中国人的那一套东西 原来我觉得没有这么深刻的冲击感 我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现在我觉得 哎呀 真的是这个差异啊 不是某个人和某个人的差异 怎么说呢 我今天比较混乱啊 因为是实际上我是刚跟他聊完天也不久 所以我想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抱歉 抱歉 我还是有些咳嗽 所以呢 我也没有来得及 很好的整理我的思路 这两天也是各种其他的事穿插吧 我的冲击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啊 或者说我们中国可以造出航天飞机 但是我们至今为止造不出一个自己的好的汽车发动机 为什么 因为你航天飞机是举国之力 但是你汽车发动机是个体系 那么我们就人的角度来讲 我可能有一两个优秀的人在中国 欧洲当然也可能有一两个优秀的人 那么中国那一两个优秀的人 可能并不比欧洲那一两个优秀的人差 但是当我们谈到平均状态的时候 就像当我们谈到人均财富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人的素质和人的见识 人的知识 这些人文的东西 我们取一个平均值的话 那么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这个群体的平均值 包括海外华人群体的平均值 比起这些欧洲的所谓落后国家 东欧国家来说 还差着一大大大节 之前也有好多朋友不是问吗 中国会不会走东欧的路 我记得去年我就开始讲过一两次了 实际上我不了解东欧 但是就我有限的了解的知识来看 中国走不了他的路 道理很简单 之前我也说过 东欧在被苏联吞并之前 他已经完成了启蒙运动 完成了文艺复兴 完成了宗教改革 他已经完成了什么 完成了开治 完成了启蒙 他已经是现代文明了 他已经有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萌芽了 他只要把苏联的这层共产主义的外衣脱掉 回归他的本色 就是一个现代文明 我们如果把共产主义的外衣脱掉 我们的本色是什么 我们的本色还是那个辫子 还是那个秦制 还是那个 我不能用更不好的词来形容了 对吧 但是我们的国民性 没有现代文明 我们的国民性 没有法治 没有民主 没有自由的这些价值观 我们脱掉共产主义的外衣 回归回去的东西 不见得比现代的共产主义更好 但是我们不脱掉这个外衣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不脱掉这个外衣 我们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性 你不承认错误 你怎么能改正呢 对吗 所以中国的问题 要远比当年东欧的问题 要严重的多 要严重的多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不乐观的一点 而且这个问题 它不是体现在 简单 它不是简单的体现在说 一个制度 不是简单的体现在说 精英阶层 它是体现在整个的国民性这个层面 所以我们必须 有一些精英来做一些什么 给我们的国民树立一个榜样 但是怎么做呢 这个话题就比较沉重了 因为 我已经说过很多回了 这个事情不是不能做 但它有代价 而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这个族群 能不能接受这个代价 说实话 我不是很确定 哎呀 这个聊聊又跑题了 但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好 总之是我跟这个东欧的移民的老人聊过 他经历了那个年代 他经历了后共产主义 后苏联时期 他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 89年柏林墙的倒塌 他们也经历了 那么他又移民到美国 移民到加拿大 先移民到加拿大 他又移民到美国 他有对比 我听下来的感觉就是 我们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 在他们那里当年都发生过 但是我们中国发生的事情 远远比他们当年发生的事情的严重程度 要严重的多的多 换句话说 我们中国社会今天的文明程度 比起人家东欧 当年被苏联统治奴役时期的文明程度 要差得多 虽然他对他的国家的批评是很重的 他认为罗马尼亚到现在还有腐败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 但是他会讲什么 选举的问题 司法的问题 那我心里想说的是 你在中国的今天还没有选举 还没有法治 我们的法治是什么 我们的法治是一直在消灭法治 对吧 我们的所谓依法治国是一直在消灭法律 对吧 那还不如直接就说 我们是要依党治国 所以这个差距太大了 朋友们 这个差距让我感受到一种无力感 说实话我感受到了一种一种无力感 唠唠叨叨今天说这些啊 就是说也分享一下我的感受给大家 那么再无力 生活我们还是要继续 日子还是要往前走 历史是不会停下来的 所以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有些事情我们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当这些事情不可避免的时候 我们去怎么处置它 那就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选择叫什么 就叫历史 谢谢